會怪怪的,不知看哪裏 看不到你們,就不要怪我 這個鏡頭好像有一個鏡頭 有沒有人在? 好像弄大一點 麻煩你,看清楚一點 Hello Hello Facebook 有沒有人? 今天我們有個 guest的Grace Hello Grace,你好 Hello,你好,Sophia Hello,Hello 我剛剛有兩個月的BB 恭喜Grace,有兩個月的BB 看不出你的身形很健康 手手腳腳還是很溜 你真是客氣了 我特地上來,想問問你 有什麼護膚品適合我用的 我剛剛有了BB 我不知道用什麼護膚品好 是啊,很多人剛剛懷孕的時候 都不知道用什麼護膚品 賀爾蒙又很亂 身體又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皮膚方面來說 比較敏感的成份要留意 比如說有果酸 刺激性的美白成份 或者高濃度的香薰 有Essential Oil 也要小心 如果是比較重的濃度 或者高濃度的 比如說 芬衣草,Rosemary,Sage 薯尾草 都會令子宮收縮 懷孕初期的時間 就不要用高濃度的香薰護膚產品 還有我開始懷孕的時候 對於味道來說 頭三個月 我是很抗拒一些很大的味道 花香味 我喜歡普遍用一些淡的東西 或者沒有味道的東西 所以其實要認回不同的類似 或者是賀爾蒙的問題 可能味道突然很喜歡玫瑰 或者突然不喜歡玫瑰 自己選擇一些味道的護膚品 但成份方面 要記住 果酸、刺激的美白 或者是一些很高濃度的果酸 不要用的 可以用什麼呢 就是一些保濕產品 和抗紋 因為你剛剛懷孕的時間 胎水什麼都會用很多水分 還有 賀爾蒙的影響 頭三個月的第一季 你會真的覺得 用開的東西 用不到的 有機會 原來是這樣 我明白了 是啊 你明白了 終於 是啊 謝謝你 但是 我也是覺得 你剛才介紹的護膚品 都是不夠 因為 很多人加入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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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 你好 你好 你們好 我看不到 我是 Grace 你好 說回正題 我皮膚 現在 有了兩個月 寶寶之後 變得很乾 色素好像又深了 還有 最重要的是 我有班 怎麼辦 Sophie 是啊 懷孕的時間 無論心情 無論皮膚 變化很大 我心情 我記得那時候 經常會罵老公 我們會有些 推薦 護膚產品 可以給大家 好 謝謝 助手 謝謝 好 在補水方面 我會選一些 沒什麼味道的產品 例如 透明質酸 這一款 高濃度的透明質酸補水 是很好的 或者 B3 B5 都是很好的 補水 可以混合一起用的 透明質酸 油方面很重要 因為塗完透明質酸 你一定要鎖水 我就選了兩種油 開頭的時間 我會選一些 沒有味道 或者單一成份 在懷孕初期的時間 沒有那麼容易 有問題 就是一個 MUN的堅果油 這個堅果油 你可以說 這個是100%堅果油 可以塗完護膚粉之後 可以加上去 用的時間 第一 它沒有味道 你沒有那麼大刺激 第二 它單一成份 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就剛才說過了 而塗這個之後 我呢 鼻子都可以用的 我鼻子都可以用的 我鼻子都會幫你塗屁股 或者是塗面朱燈 塗身 都可以的 這個面紅生的時間 我都會用到這個堅果油 在懷孕的初期 過了第一個 中間 我的味道刺激 沒有那麼濃 我就可以用回其他味道 譬如這個 George Roseburg 這個 Active Infusion Serum 這個也是很好的油 是幫我抗敏 和補水的 這個 其實用一噴就夠了 懷孕的時間 是很硬 所以其實我噴完 Toner 或者不噴Toner 湯明澤酸 加油 就很簡單 到斑方面 就比較嚴重一點 斑那裡其實懷孕的時間 因為荷爾蒙的變化 個個都不同 有人說生女 是生少些斑的 因為生仔的色素很深 我連雙腳 和我捉了十個月 都是穿蜜頭鞋 但雙腳也是很黑的 所以 那個色素的沉澱 是很厲害的 我一直都在用Genex C 托賴 現在都不需要去找打斑公司 或者美容公司去打斑 而且生完仔 我看到斑是有淡的跡象的 就是 保持著塗C 或者高抗氧化濃度 之前的蝦青素 如果有生暗瘡 不能塗C 可以塗一個蝦青素 Hello 黃小姐2893 然後有一個Bonnie Baby Chan Nicky你好 Hello 我們現在說的是 這個 懷孕護膚品 沒錯 注重補水的肌膚 接著 鎖水 因為很多身體的水分 是用了去做寶寶的 所以你要補水和油 很簡單 還有 記住高抗氧化 在懷孕的時間 不然很容易出班 出完班 還有一個朋友 生兒子 生兒子 有二十多粒 很誇張 色素沉澱很重要 生兒子 沒有塗高抗氧化成分的護膚品 我覺得 你看到沒有 暫時一粒巴都沒有 這是很簡單的護膚品 謝謝 謝謝 那你還有什麼問題 你都記得很好 你紅粉飛飛 Grace 謝謝你 Sophia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 懷孕期間 應該吃什麼 我好像吃什麼 都不適合 又說不能吃生懶的 不能吃刺激的 我應該要吃什麼 才對 其實懷孕的時間 都是清淡為主 還有 懷孕的口味都不同 我懷孕的時候 我很喜歡吃牛肉 以前不喜歡吃魚 那一陣子是不斷吃魚的 記住 不要吃薑的 薑也會令到你 子宮會收縮 所以 要看你自己的味道 清淡為主 還有 你的胃越來越小 為什麼呢 寶寶頂著你 有小餐 那就是 多餐 小吃 沒錯 你說得對 另外 其實你懷孕的時間 都要多些的製品 去幫忙 那是因為BB 做BB的時間 第一就是水分 你好像喝的 十杯水都很頸殼 醫生就建議我喝這個補抗力 但是補抗力 你知道 Grace 很多糖 很多鹽 喝完一定很肥 其實頭四個月 我都是吐 吐到沒有了12磅 醫生都說 為什麼你一直在工作 這麼厲害 幸好第五個月 我拿回一些磅 升 那水分方面 我覺得很好 這個可以喝的 Restore 這個等於 好像喝了補抗力的效果 但是它是有機 還有沒有鹽 沒有糖 所以你不怕肥 還有 你喝完之後 會清爽一點 精神一點 還有 你會覺得 咦 真的吸到水分 還有 你可以喝到 之前你沒有下的白杯水 和有白杯水 下了這個 是有分別的 你會覺得解渴很多 咳咳聲 會覺得很舒服 咳咳 之前我懷孕的時候 都會脫皮的效果 喝了這個 不會有脫皮 補了水之後 就是講DHA了 你會覺得自己懷孕的時候 你會開始來的 會覺得腦子很慢 好像鈍鈍的 反應慢了很多 那你就要找一些 奧米加3 奧米加3 的產品 還有DHA 那另外 奧米加6、9 需要不需要 其實6和9 很多時候 在你的植物 在你平日飲食 都會吸收到 那最重要就是 奧米加3 就是你和小朋友的腦部 Hello Vicky Vicky 你好 Vicky 我們在講懷孕三寶 對 另外 就是懷孕的時間 小朋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你開始去廁所 有問題 因為你壓著腸 其實你心肌皮肺腎 都不知道 走光了 那你就要吃一些 益生菌 去廁所 就是補益菌 其實我懷孕後 因為我之後 我是開刀的 都是要吃益生菌 不然的話 你的腸胃 很難去回之前的正常情況 這個是幫助我們的益菌 在裏面打回懷孕菌 這個是補益菌 這個就是補益菌 這個粉狀 其實會吸收得好 和保存得好 最後 其實去到懷孕第三個 你開始感覺到 走樓梯有點累 痛 膝蓋有點痛 甚至晚上抽筋 當然是找老公幫你按摩 除了按摩之外 就是能夠幫助你老公 你會減少抽筋的情況 這個是能夠新包裝 以前是藍色 現在都是一個 成分一樣的 那它能夠和鈴鹹一起 裡面有一個維他命C 幫助你吸收 就是可以減少你 最後經常抽筋的情況 抽筋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你自己幫不到自己的 只是可以拍到身邊的人按摩 還有你睡前 記住有什麼 會減少這個 就是抽筋的情況 Hello Joy 那你還有沒有問題 Grace 都沒有 不過你也給了很多 很好的建議 謝謝你 希望你接下來懷孕快樂 好好享受一下 你做這個皇后的日子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對啦 不用太關心 還有 給多些大賭博的鼓勵 讚多些 讚給他 不要經常按摩 不要吃這個 不要吃那樣 很不開心 我那時候大賭博說 不可以吃這個 不可以吃那樣 我都挺不開心的 所以 玩的時候 記得保持開心一點 還有 生出來的小朋友 是容易臭一點的 那我們今天這次的懷孕分享 就是這樣 好 拜拜 拜拜